请问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入口社区是做什么的 在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所设计的这个县域里面 我们每一个县都策划设计了一个国家公园的入口社区 入口社区作用是国家公园核心区和一般控制区的这种生态搬迁的一个安置的一个功能 另外呢就是承接我们国家公园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型 亚安营京的打造了一个难入口社区 原来的老百姓呢在这个地方主要是要靠采药啊打猎啊这些维生 现在呢他们就变成了农家乐的业主啊 为访客啊提供这个餐饮啊住宿啊等等方面的服务嘛 现在他们要进入国家公园呢他都是我们的这个科普教育的这个带路者 也是我们这个巡富监测的巡富管理员